Photoshop是非常好用的制图软件,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,工业设计、服装设计、动画设计、产品设计、平面设计、建筑装饰设计等行业领域。 本课程从软件基本操作出发,用项目贯穿课程始终,跟着我们,循序渐进轻松掌握制图本领。 项目一,您将学习如何使用Photoshop软件绘制logo、名片、海报、室内软装、室外门头等。 项目二,您将学习Photoshop在建筑装饰领域中的设计任务,有室内平面图设计、室内透视效果图完善、室外平面图设计、室外透视效果设计、室外鸟看效果设计等。 Photoshop可以制作很多灯光特效。 课程的项目三,安排了五台美术设计内容,让您通过项目任务的随刻操作。 系统掌握灯光特效展示方面的设计技巧。 如课程简介所讲,Photoshop软件设计很多行业、很多应用范畴。 其中,平面设计岗位是和建筑装饰设计岗位互相配合密不可分的。 本模块主要内容是带领大家学习如何使用Photoshop软件完成平面设计工作任务, 以及简单了解平面设计基本知识。 在日常生活中,Photoshop能够非常便捷地对各种图像进行设计美化。 如个人形象照美化、职业照美化、PPT页面设计美化等。 本模块学完,您可以用Photoshop轻松完转职场所需。 除了课内项目,课程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等资源库。 各位学员可以自行下载学习资料,提升自己的拓展能力。